现在我们可供咱们分析的变量是比较多的吧 就是说咱们这个数据统计了关于水资源 人口地理等等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 那现在就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咱们现在就是不整体进行分析 然后单变量单变量进行分析 我们想先看一下就是人口在这个人口方面上 它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那关于就是一个单变量分析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统计这些指标给大家一个个来看一下 最基本的就是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均值正位数 看一看各个国家它人口分布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还可以继续一些统计量 比如说标准差方差之类的 那后面我们还可以就是看一下 对于咱们这个数据来说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分布 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 所以说我们可以留两个指标来计算一下 一个是偏度一个是风度 一会儿会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偏度还有风度 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两个指标不太熟悉 对上面的应该都是比较熟悉了已经 那首先咱们先还是把数据拿进来 数据怎么倒我前面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就是咱们不是保存了一个csv.gzip的格式吗 咱们再把它这个数据再打开 然后取出来你想要的一部分数据 咱们之前说过了 就是说在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定好一些 就是你想按照什么样的维度进行分析 在这里就是我们想对这个数据 按照一个时间的维度 就想看一下这个13年到17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对于当前这门数据来说 我取的是一个切片的数据 对于所有数据取了这么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把这个数据倒进来之后 就是咱们的13年到17年 倒进来之后 我现在对于人口来说 我想分析的就是人口里边三个指数 一个是咱们所有的一个人口总量 还有就是咱们城市人口数量 以及农村人口数量 把它先用这样一个表格显示出来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首先就是说我describe完之后 它会帮我们统计一些量 就是对于当前你选择好这些指标 它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199个国家出现了199次 然后它的一个均值是多少 它的一个标准差 最小值 四分位 还有这样一个中位数 还有一个最大值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那咱们现在就是来看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首先出现在数据当中 有一个负值 看着比较奇怪吧 对于一个人口同学来说 怎么可能出现一个负98呢 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值 或者说这个国家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咱们再来进去看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数据 进行了一个排序 就看一下这个负数值 是从哪出来的 然后我排序完之后发现了 咱们这里确实是有一些负数值的 有一些国家出现了这样一个值 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值 怎么办呢 咱们再给它进去看一下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负数值 出现一个负数值 可能说它出现了一个错误 或者说可能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吧 所以说在这里 我是把咱们当前的数据 就也重新拿出来 看了一下 对于出现负数值的这个国家 比如说我找出来了 驱逐负数值 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咱们刚才不在这里能看到 它的名字吗 就看一下这个国家 在人口分布上出没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 现在咱们看的这个负数值吧 它不是这个13年到17年的一个 这个Time Service当中的数据吗 然后现在咱们就要把它所有年份拿出来 看一看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 到底为什么它出现了这样一个值 那其实呢 我们看随时间的变化 在咱们的这个农村人口当中啊 并没有呈现出来一种下降的趋势吧 可能刚才我认为啊 就是出现一个负数值 可能说这个农村人口啊 在急剧的下降 然后导致着人口啊越来越少 然后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负数值 但是呢 从它的一个趋势来说啊 好像没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趋势吧 可能这个负数值啊 它就是一些错误值 所以说呢 要分析咱们的数据啊 咱们首先要考虑考虑 就是说咱们的数据啊 不可能是完全非常干净的 可能有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咱们得想一想 要不要给它进行一个去掉 或者说这个问题 影不影响我之后的一个分析 如果说啊 它是影响我们之后分析的 我们还是啊 需要把当前的数据 给它进行一个清洗的过程 那下面咱们再来分析两个指标 一个是均值 一个是标准差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啊 就是所有的国家来说 这不是199个国家吗 然后就是咱们就看其中一个吧 就看这样一个总的人口数 总的人口数啊 它的一个均值是36000多 但是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一个正态分布 或者说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 一种分布的情况是说 我们的均值跟我们的一个中位数 是类似的吧 就是说 就好比这么说 咱们现在啊 就是站队 然后站队要做广播体操 然后咱们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域去排吧 那最好就是 最好什么样模式啊 咱们数据是一个正态分布 一个标准分布 那这个时候啊 是不是说 咱们均值 它是在中间那个位置 各自平均那个 它是站在队伍中间 然后它恰好啊 也是一个中位数啊 那这时啊 我们认为数据是一个比较啊 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 它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情况 那咱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啊 在我当前这位数据当中啊 它的一个均值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这个中位数啊 比较小 那说明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这个 就是数据啊 它是有一个偏歇程度吧 就是说有些时候呢 咱们数据可能 并不是就是完整的正态分布 它会出现一些倾斜 所以说呢 我们要考虑一下 对于当前这份数据来说啊 它这样已经明显发生了一个倾斜吧 那它倾斜的程度是多大呢 咱们要来说一下这样两个事 这里啊 就与大家来说啊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数据的分布啊 它是一个倾斜的吗 然后有没有异常值 咱们刚才说了吧 是有异常值的 那数据竟然是一个倾斜的 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样把数据的清洗啊 做一个转换 因为就是说 当咱们要对数据啊 进行一些统计 或者建模啊 分析之类的时候 我们就是经常会假设 这个数据什么呀 我们可能会假设 这个数据啊 它是一个标准的分布 在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咱们 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先行回归 咱们在说先行回归的时候啊 是不是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呀 我们假设 我们的求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误差项 它是服从这一个标准 出来分布的吧 那这里是不是 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呀 所以说呢 在很多机器学习啊 以及数据分析的任务当中 我们都是基于一些假设 来去做的 那既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首先呢 就需要你的数据啊 差不多点 你这个有倾斜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呢 也不能太倾斜 太倾斜的时候啊 就会使得我们很多统一指标 或者说建模的时候 用的机器学算法啊 它就不好用了啊 所以说我们还要对数据啊 一会儿做一些变换的 咱们先来啊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咱们的 关于啊 咱们这个统计当中啊 我们有两个指 一个叫做一个偏度 一个叫做一个风度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偏度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这个数据的分布啊 它要么就是往左偏 要么就是往右偏 那这里啊 左偏和右偏分别指指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对于咱们当前的 我们来看看右边这个图啊 右边图有一个偏度小一点 还有一个偏度大一点 我们说它是左偏还是右偏 是看它的一个均值啊 是在它峰值的左边 还是在它右边 比如说对于第一个图来说啊 左边这个图 我鼠标在这个图 它的均值在什么位置 我们来看它的均值啊 应该是在 这是它的峰值啊 应该是在它的峰值偏左边一些吧 所以说呢 我说呀 它是一个左偏的 那既然啊 就是说 它这个均值是在偏左一些 那右边是不是取的数比较多呀 那我们来看 左边的数据是取的是 就是 就是 是左边的这些数据 它比较少 数据啊 都偏向 就都堆在右边了吧 数据都堆在右边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咱们的中位数 应该是偏右边点的吧 但是呢 我这个均值 是在我的一个峰值 左边吧 因为它是个左偏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就发现 我们这个均值 看均值的话 就是 看它的一个平均数嘛 平均数应该是 出现在峰值的左边吧 那所以说 在这个左偏的当中呢 我们是一个均值在左边 但是呢 中位数是在右边的吧 所以说啊 对于左偏来说啊 我们的一个均值 会小于 咱们的一个中位数 那看这里吧 我们是左偏右偏啊 这里我们的均值 是大于个中位数吧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啊 是一个右偏 就是说 我们的均值是在右边 但是呢 我的中位数是在左边啊 是这样一个分布 可能啊 就是说 就是我们按照一个 峰来说 就是 咱们这个人口数量 比较少的国家 是特别特别多的 但是人口数量多的国家呢 又是比较少 所以说啊 会导致我们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 就是中位数的值偏小 但是均值值啊 是偏大的 这里啊 就是两个统计指标啊 一个是偏 就是第一个是偏度 偏度呢 有个大于零 有个小于零 我们说啊 这个偏度计算完 如果说 它是小于零的 那它是一个左偏 就是说 我的一个均值啊 是在左边 中位数是在右边 如果说偏度大于零呢 我们计算完啊 它是一个均值 咱们是在右边 但是呢 中位数是靠左一些的 那对于咱们 当然数据 是右边这个图吧 就是说 我们计算完 偏度会大于零的啊 它是这样一个 我们该怎么样计算啊 它的一个偏度呢 计算一个偏度啊 其实我们要用到一个库 叫做Scrappy 这个Scrappy库啊 它是专门用来做 这个统计分析的 里边已经封装好了 很多个统计分析的函数 所以说啊 咱们可以直接用这个Scrappy啊 帮咱们进行一个 偏度的统计分析 首先啊 我们需要安装这样一个库 安装库啊 并不难啊 按照咱们之前的方式 还是PIPinStar 然后把这个库名输进去 就可以了 在这个库中呢 都有当前的DataFrame 因为啊 这些啊 这些库啊 它有一些就是 接口上都给咱们封装的 比较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直接 Apply一下这个函数 把我们当前Scrappy啊 要统计的量 里边的一个偏度传进来 这样呢 它就会帮我们统计出来 比如说 现在不是有三个指标吗 所有人口数 然后城市的 农村人口数 算一下 它的一个偏度 是等于多少的 那现在我们算出来一个结果 刚才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们的偏度啊 它是跟零去比吧 如果说咱们是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 正态分布是不是 我们这个数据啊 就像是这个样子的 左边这个样子 其中的某一个 它就是个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啊 是数据比较标准啊 左边是一定 右边也是一定数量的 我们说 这是比较好的情况吧 所以说啊 对于一个正态分布来说 它的偏度啊 是等于零的 然后呢 它有一个负偏度 就是算偏度小一点 偏度小一点啊 我们说它是往左偏的 就是说 均值啊 是在我们的一个 峰值的一个左边 但是呢 它的一个中位数啊 是在右边的 然后偏度大于零啊 偏度大于零 就是表示着 咱们是一个正偏嘛 正偏来说 就表示着 我们是进行一个右偏啊 这里就给大家先解释了一下 在我们峰度这块啊 有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偏度 还有呢 我们有一个左偏 还有右偏 以及呢 左偏啊 和右偏 对于我们这个均值 还有中位数的一个影响 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